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1日 星期一 这个崔永元的靠山施建强 在美国因为签证欺诈被被捕了 单独说施建强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嗯 说崔永元的那个那个 他不算是靠山 就是 他跟崔永元关系很好 这个施建强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就跟各种名人 这个人很喜欢搞这种 呃演艺圈体育圈的这种 这种名人跟这些名人搞关系 然后搞一些 呃金融 然后他就是他给崔永元 一些合同 那些合同就是作为 后来的那个范冰冰偷税漏税的证据 还有其他一大堆演艺圈人 从小刚偷税漏税的那个证据 都是这个这个人掌握的一些证据 然后给崔永元的 他跟崔永元关系很好 然后他他最近 嗯 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刚刚更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因为签证签证的问题被捕了 他在中国是一个呃 说是金融逃犯 什么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红红色通缉的这个人 嗯 他他他这次被捕是 因为17年的时候啊 他好像17年入境美国以后就一直待在美国了 然后那个时候入境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名字 跟他16年用的不一样 他说没有别 他说他他跟那个美国海关说他没有别的名字 然后呃就是这个问题被抓了 这个问题因为因为他两次用的 他用的身份不一样 但是他没有告诉美国这些政府 没有告诉美国海关说他有别的身份 这个在美国签证 在美国 呃海关那边 你入入境的时候如果 如果欺诈的话是是很严重的 如果呃 他而且他这个是非移民类的签证欺诈 那这个签证欺诈如果呃 如果如果被判定是判罪啊 如果他现在是被关押起来了 因为他有可能认有可能逃跑 所以被关押到那个呃联邦法院 被被关押在监狱里应该是 然后直到接受审判了以后才能出来 嗯 他是 他对美国海关他他这样说了以后 哦如果如果法院审判他是欺诈的话 他有可能会被遣返 如果被遣返他的话 那就中国政府肯定抓他顿监狱顿 顿监狱顿走船 那他 嗯 他在美国搞的 他在美国洛杉矶 19年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说 他在洛杉矶的生活 什么豪车 豪华的房车 去别的地方还租私人飞机 有房产 然后但是他是 被中国政府指控为诈骗 然后上海有一个 金融公司叫什么 快鹿好像我记得 他也他就是爆雷 那个金融公司爆雷 很多老百姓拿不到钱 他就跑到美国去了 跑之前给崔宏元这些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刚看到崔宏元 我还不知道这个人 然后刚看到崔宏元的 那个那个那些个视频 在YouTube上放出来一些视频 他说我的合同还有一抽屉呢 我一抽屉都是合同 就那个时候刚刚他 他说范冰冰怎么怎么样 他去搞范冰冰 范冰冰他妈的干活都他妈的 也是自己靠努力干上去的 他他他他他把范冰冰 然后范冰冰赔了九亿嘛 对 崔宏元就他妈的 他他他就在那时候可屌了 他他就他就 我一我一抽屉合同的 给我的感觉 我看了崔宏元这个人 他干这个事情 他就是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 自己被当枪使了 就是这个施建祥 被政府给 你你在中国做生意 你赚钱 不管你赚不赚钱 你赚了钱 你要是跟着共产党混的 你是跟着跟着跟着 这个这个 贼老大的 表忠心 就是你你表示 你有忠心有诚意的 那你赚的钱是你的 对吧 你要你要是不想 分赃问题 要跟老大闹翻了 那你就是个金融诈骗套翻 就这么简单 那郭文贵也是金融诈骗套翻 中国这种赚的钱 有钱人都是 都是这样的 你要是觉得分赃不绝 你不分 那可以 你就会给我当金融诈骗 金融诈骗犯 然后 所有的财 所有的钱财都 都得给我交上来 在中国不就这样 没有有钱人呢 你或者是真正有 或者 这这都是真正的有钱人 几十亿几百亿的这种 你稍微有个几千万 有有个几亿 有个一亿人民币 这种都他妈的不算有钱 对吧 有几千万的那种 都有可能是 你也就房子的钱 平时银行卡里还是 现金还是没多少 那固定资产的钱 有个一千万 一千万两千万的 我那时候我还看到 我还 我还 有一次吃饭 有一个傻逼 那时候我 我跟我的亲戚的一个公司里面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那个好像是 那个我亲戚的朋友吧 他们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啥 就聊这个 我那时候我那亲戚 好像已经是加拿大身份了 然后再回到中国 在中国 有有那个 血汗工厂吧 然后靠这个赚钱好像 印钞机嘛 然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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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戚那朋友问他 他不去加拿大 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问他 多少钱 在加拿大生活 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嗯 那我 然后那 我那亲戚也是不善言辞的人 就是随便 就是支支吾吾的 没有很确切的说 然后 后来冒出来个数字 他 他也就这么算了一下 可能掐指一算 嗯 一千万人民币吧 一千万人民币 大概加币 算啥 五 两百万加币 一两百万加币 他就觉得差不多了 他说一千万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人就 如释重负的 长松了一口气 啊 太好了 我家的别墅正好一千万 那我就可以了 那好 行呢 可以 我当时 我 我当时 还蛮小 二十 没 蛮小的 还蛮小 但是我也 看着 我也没有什么说话的 权利 这些人可能 都有自己资产 然后 有国外身份 有生意做 然后 我也可能 没什么说话的权利吧 我 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 一个打工的 然后 我也没什么权利说 但是 我看到这个 这个德行 我就 我就心里不知道 我就心里觉得 特别的怪异 嗯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我他妈 居然升到什么世界了 我这二十多年 在这干啥 我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生活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更搞笑 喝的 吃饭 喝酒 喝的醉醺醺的 我不喝 然后我开车 然后那个 那个人 那个另外一个人 更有志向 说 我要建一个佛学院 我要在海南 建一个佛学院 我要投资个三四亿 回去我跟这个亲戚聊 这个人是咋回事 嗯 然后 我亲戚说什么 啊 没啥谁 哦 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老是说 哎呀 老是跟我那个亲戚说 哎呀 感谢你当时帮了我呀 哎 不好意思啊 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了 好像这个 这个人他妈当时 问我亲戚借了借了点钱 什么没还还是怎么的 嗯 就当时一开始 哎呀 我操 我这 这都是什么些怪异的玩意儿啊 他他就 他就 他就 就 整天就是满嘴 就是这些 啊 我别输一千万 呃 加拿大生活不用筹了 呃 我要投资个三亿到四亿 建一个佛学院在海南 建一个佛学院 这是我的梦想 就是在幸福 我 我 我都无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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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种人见过一回 我也再也不跟这种人接触了 浪费 纯浪费我的时间 我他妈的 还不如回去打打游戏呢 我觉得纯浪费我的时间 这 这 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 所以 回到这个 这个新闻里面 这个施建祥 他在美国干嘛 你看 他 被中国政府 呃 通缉 通缉了以后哈 嗯 说 嗯 嗯 他在美国是否认的 全部否认的 这就再次证明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 你跟 贼老大 关系好 分赃 谈得好 谈得拢 你就是 没有任何责任 你就是赚的 自己赚的钱 嗯 你要是谈不拢 你就是金融诈骗犯 然后 上海那个公司说他金融诈骗 他不跑路 卷钱跑路 他到了美国以后 根本就不闲着 然后去认识一些泰斯呢 还跟特朗普在白宫拍照 然后在美国建了一些这种金融公司 他还是在搞中国他那一套 认识了一些人 我不是在 我对这个人没什么看法 我因为不了解他 我通过新闻上这些事情 我也不了解他 对吧 我只是说 他到了美国还没有 还是在做 跟中国类似的事情 还是做这种投资啊 搞了个 搞了个这个什么磨蛋资本 然后跟 特朗普 跟泰森合作是什么 他跟泰森合作出了个虚拟货币 他这次被抓的时候 就是在他宣传 他自己那个泰森币 泰森 泰森币 他就叫泰森币 然后泰森马上回应说 跟这个没关系 我不知道是不是打拳那个泰森 还是哪个泰森 反正也是美国的一个名人 这个人就是游走 喜欢 这个人就是喜欢游走在那个 名流之间 他自己就是上流人士 名流生活这种 你看他自己一个豪华的房车 就是跟公交车那种车 但是它是房车 那个车很贵的 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的 有可能 跟公交车一样 那大那种房车 豪华房车 豪华房车 起码好几百 两三百万这种 起步这种 贵的话 五六百六七百万 就一辆法拉利了 它里面什么都有 电视什么家电冰箱什么的 然后各种的 床啊什么都有 这空间设计的很好 这种用的装修材质什么 豪华房车 然后去哪里都这种飞机 我说我我是觉得这个人呢 能不能去了美国以后 你也做做YouTube呢 对吧 你让这些中国人 你让更多的人 知道一些中国那些恶心的事情 然后你还去搞 一些搞这个虚拟货币 泰森币宣传这些东西 中国人搞搞搞虚拟货币 从来不跟你说 他这个泰森币 你看泰森说觉得他泰森 泰森泰森在被问到的时候 走森祥当时是跟泰森说 他是要是要找泰森拍电影 然后结果他出过泰森币 他这个中国人搞这种虚拟货币 他都是跟这些实际的这种 比如说我要拍个电影 我电影拍出来以后 电影赚的钱 就是你有多少币 这个币就多值钱多值钱 所以你现在赶快买 现在便宜赶快买 电影一出来 然后这个币就值钱了 你到时候买 你到时候就可以卖 赚一大笔 三十倍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 他就跟你说能活 泰森呢 他不是找泰森呢 他喜欢跟这些名人打交道 不老老实实做点 你做YouTube 那他妈的 这关注量那得多少 对吧 你像郭文贵一样的 讲讲中国这些 你跟中国这些名流 名流跟那个 当官的这些人之间的屁事 你他妈知道多少 对啊 然后你赚点这种安分钱 不好吗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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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一定要坐私人飞机吗 你买个你买个便宜点的房车 我跟你说一模一样 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的 那个房车 那个豪华房车 有可能价格差了三四倍 你就买个便宜点的房车 一百多万 对吧 你也你也可以 完全可以做到你现在的生活 你只是没有这种 表面上的好像跟这些名流在一起 你要跟搞那些名流干嘛 那些名流的傻不愣登的 那个那个速度激情酒 那个名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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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演员的呢 大家好 说中文 在那边说 跟中国人道歉 然后说我喜欢冰激凌 在那边说 你看他那个什么德性 跟那个男主 就是就是低级的 连连狗都不如 就这种这种什么德性 你出来讲讲真话 对吧 然后你你收入也不会低的 对吧 然后去 还去搞这个 然后现在签证 现在 现在是 他在美国 中国犯的罪 即使国际刑警要抓 他也不会到美国去抓 对吧 他抓不了 他在美国待着 他也抓不了他 那他只能是签证作假的问题 对吧 他现在也就是这个签证作假的问题 但是他还可以请律师 对吧 那就看他 但是这个这个证据比较明显 因为他他确实是欺占 他不应该欺占 有些 他他这连在这这个简单 就是很多 我说我想说就是很多 包括刚刚讲那个 我亲戚那个 他们那个故事 吃饭碰到那两个朋友那个故事 有很多中国人 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就是一个人 你没有能力去判断好和不好 只有神 神仙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你只能判断 跟你的判断 根据你的判断 判断什么是对的 你做正确的事情 比如说你 你在中国搞成这样 你又搞的 你又 把翠元这种搞出来 像正义的划身一样 在那边搞那范冰冰 搞那些演艺圈 搞他说什么阴阳合同 我有一抽屉合同的 多的是 像正义的划身一样 无敌的一样的 你又搞这个 然后你在美国 你 你 你还 你还 还是操在中国的老本行 老本行了 你 你还是在搞金融诈骗吧 你搞 搞这个虚拟 泰森币什么的 你搞泰森币 继续搞下去 你也就是 钻钻美国法律的空子 然后他不抓你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他 他搞这个 这个虚拟货币 美国政府才盯上他 首先他 资金 资金的这种 来路什么的这种 应该就是 就成很大的问题 然后他又 他又想赚很多钱 在美国 就是中国人 就是老是觉得 自己可能耐 可厉害 然后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什么是自己 该做的事情 他不知道 他觉得我这样的才能 中国人老是觉得说 我操 我这样才能 在美国都浪费了 我操 我得在中国待着 我得在中国 才能发挥我的才能 要么就 我这种才能 不在美国待着 我就浪费了 反正都是这种 就是说 就是把自己 没有当人 就是不光是中国人 不光把别人不当人 把自己都不当人 你知道吗 中国人不是 有句话说 你在 你在中国 你混得好了 你在哪都能混得好 这个跟我讲的没关系 重点是 他不把自己当人 他把自己当一个东西 我这个东西 如果不用掉 我是个炸弹 我如果不爆炸 炸点 炸点就跟恐怖分子 就不炸死几个人 我他妈的 不是白当炸弹了吗 就是这种逻辑 做一个人 他认为什么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他认为什么 是正义的事情 他不知道 那你搞个崔永元 正义化身一样的 在那边 神一样的 在那边 那干嘛呢 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看着觉得 崔永元 卧槽 这神啊 卧槽 这跟中国政府 对着干 这么牛逼 半冰冰一搞 就搞个九一亿 卧槽 这么牛逼啊 我觉得这是神呢 还是什么呢 后来知道 是这家伙 最后给他的那个 资料 然后崔永元 后面也不说了 也没事了 对不对 他不说他一抽屉 崔永元当时不是说 一抽屉合同 一点点放吗 我不是说让崔永元 把这些合同 一个个都弄出来 我知道崔永元很难 有很多人针对他 很大的难处 我的意思是 就连崔永元 和施建祥这种人 他们都把自己不当人 你一个人 你应该是 你知道 你只知道 你作为你这个人 应该做的什么 正确的事情 就是你应该把你知道的 这些 这些恶心的事情 中国这些恶心的事情 像我一样 你开个频道 讲出来 你赚 你 施建祥这种 他妈的 不是赚翻了吗 这么多人 多少人会看他 崔永元也是 崔永元他人在国内 那没办法 然后 只能被这个 国外的这种 施建祥当枪使 那个时候 他自己 他自己也没办法 后来 后来 还是没办法 还是就 范冰冰那个事情出来了 就弄了个范冰冰 冯小刚 然后说是 娱乐圈大整治 然后就结束了 整治个屁 还是那个屌样子 然后整治 更整治出了个 长津湖 那个假历史 然后 我看那个 网上那个热门话题里面 都开始有 有一个问题是 中国的电影 是不是开始 超越美国的电影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活在这种 活在什么先进里面 都不知道 就中国电影 超过美国电影 然后 网上又来一个 网上又来一个 一个人说批评 有一个人什么 批评中国的电影特效 我怀疑这个话题 很快也被 会被从互联网上撤下来 因为你不敢骂 那个长津湖是假的 不敢骂 一骂就侮辱先烈 那只能说电影本身 他说电影本身 他就说 特效用的太多 故事不是很注重 一个电影的故事 是电影的灵魂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个好像懂点电影的人 出来讲了一段话 讲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篇文章出来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你要不就别干 否则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就这么简单 一个人 如果不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就这么简单 你必须得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然后 结果交给上帝 交给神 交给老天 去判定 你不可能认为杀人是正确的事情 天天出去砍人的 不可能的 你只要 你只要智商有他妈的两位数 你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中国人他妈智商 是不是个个都他妈的四位数 所以 所以都觉得 正确的事情算个啥 我 我是个原子弹 我他妈的就得毁掉地球 我的使命就是毁掉地球 因为我是个原子弹 我要是个套子 我就必须得 让别人设里面 对吧 这就是 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 他脑子就有逻辑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就你一个人活在这里 哎呀 不然就白活了 我的房子正好一千万 哎呀下半辈子够活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 现在怎么样 我后面就再有 不去这种场合 去接住这种人 完全浪费 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我 我他妈的自己在家看 黄带我他妈的 没 我感觉比这时间 他妈的有意义 懂吗 我的意思 我觉得我说这个 其实很多中国人很难懂 但外国人都懂 我说这个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脱口秀那么好笑 你看到的是他们最好笑的 但有一些不好笑的东西 他们需要从 慢慢的从不好笑的东西 然后发展出一个 超级好笑的东西 这个超级好笑的东西是全世界人都看得懂的 中国人也看得懂的 但是 还有他们没有那么好笑 其他底下一些东西 他们也会觉得有一些幽默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们这个超级好笑的脱口秀 顶尖的脱口秀 他们讲的这些段子 然后中国人拿来抄来抄去的 抄的都是顶尖的东西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幽默的 这个种子是什么 就是像一个种子发芽 长成一个农作物 长成一棵树 他不知道这个种子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这个种子是什么 你看它 你在欣赏它 最好笑的东西 然后最顶尖的技术 最高级的科技的时候 你把它们拿过来抄 没有用 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种子是什么 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 是什么样的种子 长成的这样的作物 长成这样的树 长成这样的植物 知道吧 你连这个 一个人 最基本的一个人 不是东西 这个东西都不能理解的话 你怎么去做出 人家那样的脱口秀 人家那种 那种 不管是技术也好 科技也好 你什么都做不出来 知道 对根本的这个种子 你不了解 你会体会不到 我说了怎么体会到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我跟那种 啊我有1000万了 我下辈子活 放心了 就讲这种类似这种 我要去投资个三四亿 盖一个服务院 就跟这种类似的这种人 讲话的这种人 跟他们浪费时间 跟他们接触 我认为更正确的事情是 我回家看个黄带 拉个手冲 他妈 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知道吧 你是个人 你不是个东西 你不是作为一个 套子就他妈的 一定要被别人设里面 你这样才物尽其用了 中国人最喜欢物尽其用 对 对吧 完全没有一个人的这种 你是一个人 你有你的 各种的欲望 你 你的欲望不可能是 生出来他妈就去砍人杀人吧 或者就去投 就去抢 就去骗吧 你不会快乐的 那你做他妈的 骂中国的共产党 这种事情 因为他确实是缺德 确实是独裁 确实是给 普通老百姓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灾难 那你说 那你揭露 你说的事情 又是真实的事情 像施建祥这种人 他妈掌握的 他妈全是真实的东西 全是真料 你这种料说出来 就跟郭文贵当 郭文贵当时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话 施建祥如果 他在美国 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 中国 一个导弹 也要把他停了 就不让他说 他知道 他比郭文贵知道秘密多了 我才 对啊 郭文贵那是啥 你这种事情 说出来是 对这种 这种恶毒的这种 这种独裁者 是伤害力是极大的 他们就怕真话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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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端主义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怎么说 土匪党 这种极端主义的土匪党 他们最怕的就是真话 你看他们 屏蔽互联网 然后网上言论审核 然后关掉 关掉自媒体 他们就怕真话吗 就怕真话 你就给他真话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简单 这么方便的事情吗 对吧 还要干啥 他能咋地你 你人在美国 他能咋地你 而且美国政府会保护你 对啊 美国政府 他保护不保护 那 也可能不保护啊 也可能被暗杀 但是 你被暗杀 或者说哪天我被暗杀 我觉得 我也他妈值了 你这你你你如果 到了被他暗杀的这个地步 那你对他的伤害 可不只是 死一个人这么大 这么点啊 知道吧 最怕的就是真话 你说在这里吧 对啊